张柏芝直播却被问王菲是不是好妈妈?以为会巨大,没想到她说了一句话让人超意外。 这三人真是有逐渐不断的关系,每次不管谁出现另外两人绝对要被带出场,不过比起风飞这种高能的人,百姿就显得要随性多了。 再说两人都拥有过同一个男人,按照媒体的报道来两人分下关系貌似也不是很合得来,但是从来都没有正面开思过,所以也不知道这个消息到底是真假,毕竟去年她还叫两个孩子还录视频祝福他们呢。 大家也知道百姿现在非常喜欢在社交网站上给粉们进行直播,近日她在开播时自然免不了要问到三人相关的事,果不然有网友问到她是否会参加两人的婚礼, 她表示最好还是不要去,而且对王妃不太好,可以看到她还对于这些事还是能拿捏到分寸的,早前她在节目也表示不会去,还是要尊重他们。 之后还聊到自己的生活和两个儿子,她表示虽然为两个孩子放弃了很多,不过现在看住他们慢慢长大都是值得的,不可否认在母亲的这个位置上她还是做得很好的,所以网友也发难地问她那么王妃是个好母亲吗? 大家以为她会忽略这个问题,毕竟回答得不好又要被人诟病,不过在看到看到之后的她则表示王妃把两个女儿都教育得这么优秀,可以见得踏实。 看来他们没有向外界说的关系不合,但都知道彼此并且抱以欣赏的态度,再说女人又何苦为难对方呢? 这样的回答网友也是说可以给百智满分了,终于不再像以前那么随性,这么多年来终于看到她成熟了,想必这样的回答应该没有人diss她吧。 夜晚百之早日能再找到自己的归属,现在儿子长大也是她最开心的事了吧。 张百之平喜剧之王走红后,旋即与经纪人朱永龙爆发滔天骂战。 张百之以经纪人条件泰柯克为由要求解除与朱永龙的合约,朱永龙反驳她只是因为贪婪片酬财务告她,而且朱永棠爆料张百之的家人把朱家当成提款机,甚至会半夜索财,她一向法院递交了诉状,要求张百之赔偿损失。 此事曾在港海两地闹得满城风雨,引起很多讨论。 原本张百之在1998年与朱永龙签订经理人合约,她从中可以抽取张百之工作酬金的三成作为佣金。 1999年张百之凭借电影喜剧之王一炮而红,此后朱永龙与张百之双方却闹至告上法庭,直至2004年2月,双方删达成协议为官司画上句号,但是这次和解并不能弥补经理人朱永龙,在她身上花的钱和打官司时的律师费。 诉论期间,朱永龙遭三名歹徒疯狂狂慨,送医急救途中三度呼吸暂停,靠住顽强意志才精先保命。 当记者询问张百之此事是否有不为人知的内情真相,张百之却不闻不问拒绝回应。 参考来源